哇塞大家好久不見 我是Haye 我們又回來了 上次上一個影片 跟著職業球員的一天 可能大家已經認識東寧了 但是這一次我們想說來聊一聊更深的東西 那天在球場上可能沒有辦法講到的 那我們就先請東寧跟大家打一聲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所以東寧現在是台灣 不要說台灣 我們說是ATP世界排名大概240 240嘛 對算是成長蠻快的一個選手 然後也是我們從小到他一起長大的夥伴 所以想說利用今天這次機會 然後也讓大家多認識東寧一點 然後讓可能到未來 東寧排到世界前50、前30的時候 再回頭看現在這個時候的一些心境 那我們直接從第一個問題開始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認定說 你想要打職業網球這條路 因為剛開始打球的時候 我也是朝著就是保送比較好的大學 還是怎麼樣出國念書為目標 但是在14歲的時候代表亞洲去參加歐尋賽 一個四國五戰的一個比賽 然後我在其中一戰拿到了冠軍 然後在那個時候我才想說 會不會我有機會可以打職業這樣子 對 原本的就是保送大學 然後到後來變成想要打職業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的目前球衛生涯中有沒有幾個特別印象深刻的轉捩點 有幾個轉捩點 但是都比較是在職業的時期 當然第一個轉捩點就是 2016年的海獸杯 就是那時候很幸運 就是有收到海獸的青睞 然後拿到那張外卡 因為那時候也是剛從青少年畢業 然後想要開始轉路職業 但是那時候對這條路 說實在是非常的不安 因為青少年的成績 到最後一兩年 說實話去打大賽都是被修理得蠻慘的 然後 雖然能感受到自己是有那麼一點天分 但是跟真的Top的那些選手 還是有一點差距的 那場比賽也很意外的表現得很好 然後打贏了就是排名跟自己差1700多名的選手 對啊 然後以現在的角度去想的話 就是能在那個時候 然後有這樣水準的表現 所以那時候是第一個轉捩點說 我覺得說我有機會成功這樣子 對 那時候他的排名是多少 300 他那一個時候 我記得他是前一年的溫布頓有達到16強 然後 但是他那一年的溫布頓沒再好 然後被扣 所以他疊出 500 那時候冬寧那場球創下 就是當年 排名差最大的一個就是翻盤 就是 冬寧一個那時候 將近2000 左右的排名 然後擊敗一個Top200 然後甚至是前 前100的球員 然後那是 有上ITM首頁還是什麼對不對 就是 ATP的官網 對 ATP官網都寫出來的一個故事 那 你有這些 成功 就是說 你可能得到信心的這些故事 你當然有一些挫折 然後遇到一些困難 你有沒有哪個印象最深刻的挫折 或者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 遇到的挫折可能就 就這兩年來講 可能就是去年的排名改制 因為我 2018年他就宣布要改制嘛 然後我也因應了他的改制 然後去參加比較多挑戰賽 然後從會外開始殺這樣子 然後 結果一年下來我的排名是大概 三百五十左右 排名三百五 基本上還是可以有辦法歸內 然後結果沒想到 欸 比賽都很難報 然後你要到最後一刻 你才知道說 你有辦法去哪邊 就是同一週他很多比賽 然後你才知道要去哪邊 然後你每天就是戰戰兢兢的 在那邊看 那個取消截止的時刻 你到底有沒有進 然後是趕快要飛 然後也miss掉好幾個 比賽 然後 好不容易打到了 然後又沒有辦法 拿出結果 對啊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 非常的焦慮 然後 有一陣子就想說 會不會就這樣子 退休還是怎麼樣 回到Futures 然後又繼續打 那後來你是怎麼樣去 克服這樣的心境 是怎麼去 可能說轉一年注意力 或者是 怎樣去克服自己這樣的心態 那時候就是 放寬心嘛 然後 好不容易有抱進一戰 智力的比賽 那時候很糾結 到底要不要去 畢竟一趟機套這麼遠 飛二十幾個小時 飛三十幾個小時 飛三十幾個小時 三十幾了 因為那時候的想法是 我去那邊 那一戰 我就當 我可能最近最後一戰挑戰賽打 能打多少算多少 我去拚後面的Futures 就重新再衝ITF Point 然後看能不能 再打一年 然後再打到挑戰賽這樣子 然後結果沒想到 那一次就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輕鬆的心態 然後 然後 就大爆發 然後 最後殺到決賽 很可惜輸掉 但是就 等於說衝破那個低潮 那時候真的是 動不動就會想很多啊 還是有時候會失眠啊 然後有時候早上起來 然後 就打球打得很憂鬱很焦慮這樣子 很感謝那時候老師就是 的輔導 然後 還有之前教的一些日子呢 可以幫助我度過這個難關這樣子 對 東陵講到老師他是 從2017 2017 就開始 幫忙東陵 然後才是加入東陵這個團隊的一個 心理老師 那你要不要再多 講講 為什麼當初會接觸到心理這一塊 然後你覺得心理老師對你 目前為止的幫助大概在哪裡 讓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當時 就是生理出了一些狀況 然後有 從2017年 對 2017年我生理出了一些狀況 然後 就是有些比賽會被迫要棄權這樣子 然後當時 去看很多醫生 然後 也問了很多 就是相關專業的人士 他說有可能是 壓力造成的 治癒神經失調 還是什麼樣的情況 剛好我爸的有一個 鋼鐵的同學 然後他是在做心理的 然後他就幫我推薦給莊老師這樣 我是2017年大概去上了10堂左右的 他是給你一些知識 然後要讓你去 自己去練習 因為心理也是要像技術一樣 經過不斷的訓練 然後你才能辦法變成你的 直動化反應這樣子 說到心理素質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說 他是 就是你的抗壓性 還是你會不會緊張 或這一些 但其實他是 你的球技 的保險 就是讓你的表現能夠 越來越穩定 然後我覺得 最大的受益就是 讓我的心態 越來越健康 然後也讓我的 運動表現不再因為 一些心理的自我威脅 還是什麼因素 在對抗逆境 也有很大的成長 比起青少年的部分 大家還記得 在那個職業運動員那一篇 裡面 有一次躺在地上 然後在做完雪橇 然後他就說 他講了一句話說 張老師教他說 在累到不行的時候 要想著未來的生活 然後未來成功的日子 我覺得這段話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可能 可能對很多人覺得來說 是一種安慰然後轉移注意的方式 但是某種層面上也是激勵這些運動員在 因為運動累的時候 可能是每天會遇到一兩次 然後或是每個禮拜 一定會多多少回遇到 那透過這樣子小小的技巧去 幫助自己去轉換行徑 然後去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我覺得這對運動員來說 也算是一個蠻大的幫助 不光是技術上去 連心理的成熟度也是 我覺得也是東領現在 跟一般線上的運動員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之所以可以穩定的成長 也是這部分有占很大功勞 就是回到前面一點點 你講到你的挫折你的難關 那你有沒有一個routine 或是一個方法 就是去面對你 譬如說今天早上起床 今天真的是早頭 It's the shittiest day of your life How do you deal with it? 你要怎麼去克服 然後怎麼去 其實這個問題就有點像 剛剛的剛剛你講的那個 就是想像你之後成功之後的生活 你就會覺得說 這只是一個過程 然後這就只是一個 讓你的故事更精彩而已 你不可能說 你的故事不可能說 一直很順一直很順 就是很精彩 當然還是要有一點 遇到一點挑戰 遇到一點 就是那種悲傷 或者是 frustration 的那種感覺 網球真的是一個很不一定的運動 雖然你可能說實力相近 但你還是有可能被6比0 6比0 但是你還有下一戰比賽要打 然後這也不是世界末日 就是你不管怎樣 你還是要拿起球拍 然後站上球場 那就期待你在球場上的撐住 能讓你暫時忘卻 呃 這些日子還是怎麼樣 昨天的不美好 嗯 心裡這部分我們 可以稍微跳脫一下 不要那麼沉重的話題 你就稍微聊聊 如果青少年的時候啊 跟現在打職業循環賽 你有沒有覺得哪邊不一樣 你可以是你的比賽的內容 或是你的教練團 或是身邊的朋友 或是獎金 你有沒有覺得青少年跟職業 在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職業你還要牽扯到一些現實面的問題嗎 就是你的資金 你會比青少年的時候更想要 用更短的時間 然後達到你想要的進步 就是我覺得說 青少年跟職業的差距 可能就是差在那個覺悟吧 還有對這樣的東西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的那個 那個警覺性還有敏感度 我覺得是差最多 當然還有 心理成熟度 技術的一致性 然後還有面對逆境的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青少年跟職業差最多 也就是你青少年轉成職業 你最需要具備的東西 對對 那我們回頭講說 如果啊就是你現在 以一個很成熟的心態 然後你如果回頭去跟你 當初十四歲歐尋剛打完的你說的話 你可能會想要跟他提點什麼事情 讓他可能可以更早準備好 其實我如果想要回到十四歲的話 我會覺得說 最重要的是一個 一個決心啊 它就只是一個信念 然後讓你 就是不管怎樣 你一定要達成那種目標 然後 你就會自然而然去做 選擇做對的事情 然後有很好的機率這樣子 啊我 我只能說 然後 我從十四歲到 遇到老師之前 真的是浪費了太多的 太多的時間 對啊 然後我是覺得 這個部分真的很可惜 我是出生在一個 老師 教師 就是 觀念比較保守的一個家庭 對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你應該要怎麼樣 你一定要怎麼樣 你一定要贏這位選手 你一定要 你不能輸這位選手 或者是 你 不應該 做錯的事情 或者是你不應該犯錯 你不應該 冒太弱的險 然後去犯錯 做愚蠢的事情 但是 走這條路就是一個賭步 你總是會有失敗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去享受這項運動 然後你要去 這一些不好的想法 說實話 束縛了我 非常久 直到現在 我也不敢說我完全 能夠跳脫這種思維 如果那時候我能 我能提早接觸到這個 這一些運動心理 的這種東西的話 我覺得 應該我的表現 能在更早 更短的時間內 達到現在的這樣的水準 對我們剛剛前面 忘記聊到一個 就是都只講到挫折的部分 但是我記得 剛剛講說 我們想要講一個 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場比賽 你有沒有想要分享一下的 其實有蠻多場的 就是像是海獸杯啊 然後2017年 台會市杯 跟正炫 但最近 我覺得最印象最深刻的比賽 有兩場 有一場是 奧王的第一輪 會外的第一輪 就是去年那個奧王而已 今年 今年這個 年初奧王的第一輪 還有 還有今年三月 在烏克蘭 台會市杯 因為今年真的蠻特別的 今年遇到澳洲野火 然後 很久沒有去 就 除了青少年也沒有 機會去打到這種 大滿冠的比賽 那是你轉職業的第一個 就是轉職業 等於說 這一次是我轉職業的第一個大滿冠 就 雖然就只是個會外賽 但是 那整個待遇 整個硬體設備 你就會感覺說 你好像真的是一位 Pro的選手 你會感覺很自豪 也算是一個 努力的目標 就想要至少 一直維持在這個水準 甚至更好這樣 肯定每年都可以參加到這個大滿冠賽事 對 那烏克蘭那邊你要再多講一點嗎 因為烏克蘭 前一戰被血洗 6比0 那天剛好對手打得非常好 然後整場抓不到他的 球路 然後接發球 真的是 被他打瘋了這樣 然後就覺得很失望 因為不太想去球場 然後也覺得說 練得那麼辛苦 然後 配6比0 6比0 然後 下一戰會不會也配6比0 6比0 我的實力真的 就只有這樣嗎 我到底是哪裡做不好 我覺得那時候也是 內心的煎好 就一直很懷疑 然後沒有什麼信心這樣 我們 我們 台回四杯那個對手 基本上也都確定 我確定的那個對手就是 在前一戰 有打贏 就是把我6比0 6比0的那位選手 所以其實還蠻擔心說 會不會是又是一個很慘的一個狀況還是什麼 然後又再一次的打擊我 那段時間也受了 那個真俊心爸爸的很多的幫助 因為我那幾天 就打球 心境 心境就非常的負面 然後 會有一些低頭啊 或是 一些失望的肢體語言出現 然後 我就記得正爸跟我講了一句話說 你在下一場雨戰 不管怎樣 你不能表現出這種肢體語言 一直感覺很失望還是怎麼樣 也不會幫助你打得更好 只是會讓對手覺得 覺得信心越來越好這樣子 我有把這句話聽進去 然後我就在 最後幾天的練習 我都去 強迫自己不要有悲傷或是 就是失望的肢體 至少要隱藏起來 對 至少要隱藏起來 然後 結果反而久而久之 做一做 反而 身體變得比較輕鬆 然後也沒有那麼 就可能也是 身體影響心理 結果沒想到就是 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那場比賽 就是發揮出 超乎想像的水準 然後贏了那場比賽這樣 對 後來烏克蘭那個台詞好可惜 先贏兩點 然後三點輸掉 對 最後還是 輸掉了 而且那也算是你 這是疫情前 最後一場比 對不對 對 後來又飛去 哈薩克 還是烏斯別克 飛去哈薩克的途中 被 禁止登機 對 哇 一轉眼 這樣子已經 六個月過去了 大概四五個月過去 好快喔 真的 回來台灣過 就是從 在這邊隔離 在我看到你 不在instagram poll 你在後面丟棒球 隔離四四天 然後到現在 已經五個月了 已經五個月了 又再苦練五個月 然後現在又不知道接下來 下次比賽 要等到什麼時候 對啊 然後感覺他們也只是 硬要開賽 這樣子 對啊 講到這個你有規劃 接下來發網 如果有打的話 你有目前有什麼規劃嗎 下半年 當然 是卡在台灣的入境 因為畢竟回來 你還是要隔離四四天 這對於一個網球選手來說 如果是在賽季榮 是一件非常 不想遇到的一件事 所以可能就會斟酌一下 不管什麼時候的海碩杯 或三胎子挑戰賽為起點 然後再重新出發 然後頂多出去一趟 然後回來剛好東訓這樣 目前的計畫應該是這樣 對 那不然我們來想講一個 假設性的問題好了 就當作今天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想像 從現在開始的五年後 自己會是位在什麼位置 五年後 應該是在打2024巴黎奧運吧 有 可以 那我們假設你現在是 28歲、29歲 已經算是一個 有點像是老將的心態了 你有沒有想什麼 什麼話想要對未來的理說 感覺好像沒什麼立場 感覺我那時候應該會比現在更老練 更成熟 所以就是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最重要還是 你要有那個 那個覺醒啊 它能幫你 幫助你做出很多好的選擇 或是 幫你面對 很多 逆境 或是一些困難的事情 就是希望我能到那時候 能不被 外在的因素 打倒 或者是 怎麼樣 然後身體健康 我相信 2024的奧運 我覺得是 勢在必得啦 好 這也是老師說的 要 要那個 講大話的 鬼靠 要敢作風才會做到 沒錯 這是需要練習的 老師 看到了嗎 好 那我們今天訪問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謝謝東靈 今天 來節目上跟大家分享 不光是跟我分享 跟我聊聊 然後也跟這些 未來 像你看起的小朋友 或是你的偶像 不是你的偶像 你的粉絲們 喊話 然後也可以招老師 給大家支持你的人 一段 你更來自內心深處的一段話 然後就謝謝東靈 然後我們祝東靈 9月 到時候發網 有機會去 然後表現不錯 然後2024 好不好 大家鎖定東靈的表現 然後持續追蹤 沒有問題 OK 拜拜 拜拜